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作为一名网红 再短视频 直播时代来临的刚下网 杨丽浩也是经常会开直播与粉丝嘛 亦或是跟高晓松老师一样 参与制作一些视频 聊一聊时事热点 影视资讯 然而自从去年7月后 杨丽浩就不知为何突然消失 在直播圈 连视频也很少录制了 而这自然是让他的不少粉丝都觉得不习惯以及疑惑 不过彼时很多人都认为多才多艺 骨子里还住着跟文青的他可能又去琢磨别的东西了 因此并没有太过于关注他的去向 只是默默等待他的回归 没想到的是 时隔一年后的今天 杨丽浩是强势回归的 却是以This Taiwan某一美机构的方式 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台湾媒体报道 原来去年7月 杨丽浩接了对方的合作单 内容为他利用自己人气 帮该机构在直播中打扣做宣传 而对方事先提供相应的美中整形服务作为报酬 平行而论 网红为商家代言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男网红有爱美之心 想让自己颜值提升的也不算什么稀奇 但杨丽浩没想到的是一次免费的变美机会 却让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更是让他不想看到自己的脸 原来因为该机构医生的操作不大 杨丽浩在第一次接受免费整形服务 不尿酸龙鼻时就出了差错 虽然主刀医生发现不对 自己没能力抢救后 就立马将其送往正规医院 可惜送医图中恰逢下班高峰期 导致杨丽浩错过最佳抢救时间 最后虽然性命无忧 但如今已经接受过多次面部重现手术的他 还是不仅面容异常 比乙音溃烂导致左右不对称 连右眼的势力也被注射进去的波秒酸给毁了 背下了无光感 失明的判决书 不过 最令杨丽浩起份的是 该医美机构在出事之后竟然企图撇清关系 将责任推给主刀医生 表示手术过程合规合法 医院不会承担医生的失误 后来虽然又改口愿意赔偿一千万 但也是基于杨丽浩将其告上法庭 担忧会影响公司形象的基础上的 因此 杨丽浩并不愿意接受一千万的赔偿与其私了 正是主动联系了台湾媒体现身说法 而在采访上他直言万幸自己当初与对方签订的事体验过后才会为其宣传 所以目前伤害的只有自己